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用皇后 敲到中型 之间威胁这个G7兵 他选择挡住F6 那我白方十字八九准备就要冲击一士兵 强行爆破中型 来吧 对手会走什么呢 好爆破中型 对手是否撑得住吗 他如果选择主教交换的的话 那这个骑士就不能入宝对不对 只要骑士了不能入宝 黑方准备就要被我牵制了 这只骑士很快就会死在黑方的家里了 看来对手对这个开局似乎没有研究透彻 直接让我白方有个超级强大的中心后 尴尬了是吧 所以各位 在这个局面下跟各位旗友玩我分享一下 对手自杀了 简单获胜 好的 既然这么快速 让我们再来快速的来进行第二集 这次是2117 2117的对手 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下什么东西 下层标准的西班牙开局 对手走什么呢 A6吗 好A6来 进行我们惯用的西班牙对环 大家都知道吧 西班牙对环现在保护乙武兵的任务有四个人选择 他选择的是G4主角保护 逼他表态 他是否接手 这手可就有趣了各位 跟旗友分享一下 他什么想法 他就是看着如果我冰敲主角 他就冰敲冰 代打骑士 骑士散开皇后补位之间强行杀齐 这是个开局小陷阱 我只要小心之后 不太急着敲 先把我的武器复活就好 不要中陷阱就好 这个小事情 来吧 他会走什么呢 这个小骗招 想骗谁啊他 小骗招 好 好复活骑士 好的 他走错了 怎么说 各位 他可能想说我冰敲冰冰 冰敲主角冰敲主角 骑士散开皇后补位再杀齐 但是 当我只要冰敲冰 他如果选择冰敲冰 我就可以一个主角打骑士 各位 那他是不是白白的送了一只武器了 是吧 他送了一只武器 没有任何补偿 他结束了 拜拜 这个2177先生 好吧 快认输啦 2177先生开局简单 送了一只主角 怎么还不认输呢 小骗招 主角放着给我吃 各位企友 千万不要学他 这个也是很多企友 很多网友 很多自觉的爱好者 常常放了一个事物 以为这个东西不能吃 但是没看清楚 已经被吃了 是吧 好 他已经没办法了 开始试着想要破坏我的冰型结构 那我评估一下 这个被破坏需要担心吗 看来是不需要担心 因为主角将军会 可以回弹拉骑士 骑士守主角 主角换光光 多了武器把你全家换光光 现在他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 他可以认输了 怎么还不认输呢 好的 只要他藏入宝 直接再换后 把你全家换光 你就总可以认输了吧 啊哈 入宝了 来换后咯 全家换光光的时候到了 啊 是吧 非常熟练的 按了认输 各位 跟奇友讲一下 这个东西他想干嘛呢 他想骗什么事情 跟各位奇友分享一下 如果我选择 小兵敲主角的话 他兵敲我 我骑士乱轴的话 我举例一下 他准备后扩来配合城堡 准备就要威胁 一步杀 底线门杀 黑帮这个杀体白帮无解 但是 我只要确保我的骑士散开 不会被皇后捕位 就可以敲咯 所以这个小细节 黑帮没有注意到 直接被我简单带走了 是吧 他在这边直接犯了一个 非常低级失误 走了一个骑士 干嘛呢 他骑士挡住皇后 我挡住皇后了 当我主角一敲 敲了主角 主角捕位 骑士护主角 主角打皇后 皇后散开 直接骑士回弹 不就多了一只简单的大主角了吗 是吧 哎呀 这样真的 这么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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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 Simmons 什么